你们将来存档的时候 那个因为这本来没有VBA 你把它写了VBA 记得存档它会出现 是否存成无聚集 特别说一定要按否 你一定要存那个 记得要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这个如果没有存对的话 按是的话 里面的VBA就消失了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常常忽略这个 下次打开就不见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再打开那个009 前后三名工资的总计 那题目里面当然第一个 工资在这边 那如果我要把前三名加后三名的话 理论上当然是要处理两次 不过可是要怎么处理 第一个当然你要先知道什么 我怎么知道前三名的工资 OK 那当你这里不是说 叫你用排序的 工资前三名就Z到A 所以有了前三名把它加起来 然后再来呢 后三名A到Z 前三名再加起来 OK 那你可以这样做啦 只是说这样子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一气呵成 不要涂法链钢 而且如果你排序的话 如果你吃热量多 然后你可能变化又跑掉的话 那会造成其他问题 那最最好是吧 不要去动到原来的排序的前提下 哎什么做会比较快哦 所以前提是这样子 不是用排序的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要先知道什么 哎还是用什么呢 我们用前三名跟后三名的加总 加总就上 然后一个条件EV EV什么呢 如果 哎条件什么 应该如果前三名的话应该是大于等于什么呢 第三名的工资 哎所以接下来哦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找到什么呢 哎在 这个F2里面哦 也许就抓什么 第三 OK 也许我们这边有个第三名的 跟那个倒数第三的 OK哦 所以这边有倒数 第三的 的工资 OK哦 OK好 假设多两个栏位 哦 OK 这个是第三放这里 倒数第三放这里 哎那我怎么知道 排第三的是哪 哪一个工资 哎哪一个排第三 所以这里的话 特别是要怎么知道 一个范围里面 帮我把 这里面哦 排第三的放这里 倒数第三的 排 放在这里 啊其实这边你可能会 需要学到 那个什么呢 统计类函数里面哦 就可以找到 统计类里面函数的话哦 我想最大的 就是max 最小就是mini嘛 OK 但我如果要 排第几的话 特别是哦 最大的 哎最大的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large 统计类里面可以找一下 统计类里面一个叫large 那顾名思义哦 里面还有一个small large跟small刚好颠倒 哎 特别是说large哦 他里面需要跟我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array array其实就是range 就是范围 哪个范围里面 k的话呢 是排第几大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跟他讲array啊 记得哦 其实array跟range 基本上都是找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范围给他 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找出k 这个k有点怪怪的 应该他叙述这个 放个k谁会知道 不然他有叙述啦 排第几个 比如说我要找这个范围里面large 从大的排到小 里面我要把第三个那个 索引值抓出来的话 输入3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帮我把什么 这个里面资料里面排第三个 37400 那顾名思义 倒数第三的话呢 那我们当然统计的里面有个small 往下找 small应该在这里 有没有 一样吗 array array这个范围 第三的话呢 那就是倒数第三 找到32300 那如果要统计的话就很简单 你可以把插入函数 里面的话再用最近使用过的那个什么 三米幅 然后呢 范围 范围是这个范围 应该吧 要找什么 找这个范围 里面的话呢 criteria 找前 前三的话就什么 大于等于这个 大于等于 特别注意哦 他因为他要是一个文字哦 所以记得哦 你要大于等于 对不对 特别注意哦 请先用双引号先给他 大于等于 这个把它串进来 所以记得哦 一定要加一个m的符号 否则一定会失败 and 就是他 一定要是一个 一个字串 就是把这个 就再and 把这个储存格再加过来 那你会发现哦 他最后串出来的 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大于等于and 把这个 他本来是一个数字嘛 可是遇到and的符号 他就变成字串了 ok 然后自串就把这个串在一起之后 就变成这样一串了 ok 那结果就ok了 就是这个结果 特别说 sum range 如果你的判断条件 跟要加总的范围是同一个的话 那特别注意 sum range可以省略 他就自动抓range了 ok 所以一样嘛 这个可以省略 所以直接这样子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sum range不用再选了 按确定 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个应该是前三名的工资了 ok 那后三名的话呢 顾名思义嘛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边再复制嘛 就跟刚刚那个苗栗跟宜兰一样嘛 复制一下 然后呢 把它加在后面 加上倒数后面的三个 那不过呢 你的条件哦 就不一样了 应该是 刚刚是大于等于第三的 就是一二三 那应该 如果要比它 就是倒数第三 那要后面三个就小于 所以这边记得哦 把它改成小于等于 然后面这个就不是f2 记得把它改成什么 g2了 ok 然后再把它打勾 结果就出来了 那不过当然我们是分成一阶段 先找louch的 就是排第三的 倒数第三 然后最后再把它做出来 不过如果当然了 你希望一气呵成哦 你也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边来 有没有 ok 这个公式呢 放到这边来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删除掉了 如果我是觉得 如果看了实际上工作需要的话 你就把它不需要 你就大概其实这样已经就ok了 但是哦 再来后面可能还是要想要vva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一题哦 可能还是需要再多学两个函数 一个叫louch 一个叫small ok louch跟small 其实也蛮好用的 你不能只会那个max最大的 跟那个mini 那个量 你最大最 你不知道我要找 地级的哦 那你当然 你又没办法用哦 那个mini跟max去找到 你要的那个排在地级的那个数字 那当然也就没办法哦 做那个 这个这个加总哦 三米弗的动作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 用那个louch哦 跟small 那我是在f跟g栏哦 又再增加两个栏位 一个是第三 一个是倒数第三哦 好